日本军队有多残忍 其实在早期主动发起了对华侵略战争 日本也是当年二战的发起国之一 虽然说日本最终以战外告终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至今我们都无法原谅 因为日本发起的战争和很多其他国家不同 日本不是单纯的针刀石枪的拼杀 而是在这个基础上 做了很多毫无人性的暴行 对于日本的731部队 肯定很多人都听说过 他们最让人熟知的 就是拿活人来做实验 这个完全就是违背了战场上的人道主义 而基本上所有的实验对象 就是我们古人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个名叫母爱实验的暴行 但听这个名字看似很普通 实际上真实的手法真的不敢去想 如果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觉得日本军队会对这个母爱实验 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 其实这个实验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可却非常的没有人性 他们将一对母子关在一个房间里 不断地对房间进行升温 然后再去观察这个母亲对孩子的行为 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而他们并不关心这对母子最后会不会死掉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对母子最后肯定是不会活着出来的 因为房间内最后的温度 甚至都快要将人都融化了 这种场面我们这个不敢去想 就是这种我们怎么都想不到 甚至都不愿去想的实验 当年的日本军队却对此乐此不疲 亲眼看着一幕幕在眼前上演 这种心态真的是达到了变态的地步 可是在当年的清华战争中 像内侍的事情还有很多 甚至比这种残忍的实验还有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国人至今不愿原谅他们 而且就是日本在犯下了这么大罪行的同时 现在不但不主动承认之前的过错 反而试图想抹掉那段历史 这也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 都说多行不一臂自闭 日本在之前犯下了这么多的错事 现在老天估计都看不下去了 日本每年都面临着频繁的自然灾害 以及国土面积被海水吞噬不断缩小 所以也有专家预测 日本在以后很有可能直接从地球上消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